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材料没有关系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吃 不要介绍我一直说 因为有点肚子 拿虾仁出来炊一下 这些都是我讨论的急冻印尼虾仁 今天就用虾仁和大家分享一个菜式 之前我们用虾仁拆出来 融入冰淇淋 我们如何做法呢 首先 这里 在这里 差不多2茶匙的盐 先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5分钟 先炒一下 再炒一下 让虾仁有咸味 待会要洗去 先炒一下 现在炒鸡腿第一步 反过鸡腿 拿着鸡腿尾部位置 放一刀 把鸡腿骨 一刀拿到尾部 然后再炒一下 再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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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务求 整条鸡腿骨的位置 要看到 如何看到呢 大家看到吗 现在看到了 鸡腿骨的位置 鸡腿骨的位置 有一个关节位置可以移动 在关节位置 中间的位置 加割 再炒一下 鸡腿骨 调碎 这里甚至到它 割 appointments 後鸡腿骨それでは只会 鸡腿骨 现在鸡腿已经吸 발 先刮鸡腿骨 调碎 四中鸡腿骨 后面的骨要如何处理? 用刀用刀备,刀一下,探出骨 一抹,抹到尾,让锅位阻止 一块鸡扒,不要骨折 一块鸡扒,厚的地方便宜薄 一块鸡扒便完成 放入鸡扒,放入鸡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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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不直接用鸡扒 用鸡扒,肉会把鸡扒死 用鸡扒,慢慢逼出鸡扒 放入鸡扒,稍后再用鸡扒 看看鸡肉 鸡扒五分钟后,如何处理? vet一块鸡煮 现在它们能添去 那一块鸡扒 放入鸡后,放入鸡扒 Lord,解释时更幽闻鸡 这些产类比新鸡余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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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鸡菇用鸡煮部分 让鸡皮用鸡皮 再平 suspense 這些急凍蝦仁本身也有少許飄過 用鹽捻一捻,把肉捻緊 加少許底味 洗兩遍,現在再洗 洗乾淨 把雞扒倒入淡溶水 洗乾淨 又要瀝乾水 務求把淡溶水都洗出來 做些雪藏雞扒 沒有雪味已經成功了一半 現在洗乾淨 洗乾淨 隔篩 瀝乾水 蝦仁瀝乾水後 最好拿幾張煮煮紙 鋪上去 鋪上去 再吸一張廚房紙上去 務求要瀝乾身 捲緊 打蝦膠 材料 乾身和冷這兩點很重要 不通常 再吸一會兒 乾淨白花雞 差不多 類似 始至八分之八十 我们做传统粤菜里面有一个贺年菜式叫灌汤龙凤球 什么叫灌汤呢?大家有没有吃过小龙包? 有吃过小龙包,为什么这么多汁呢? 我们做一个皮冻,今天我不会做皮冻,我会做芝士芯 还要先打鸡胶 现在我们的鸡肉切成一粒 切成一粒之后,切成一粒 目求把鸡腿的纤维切断 切成一粒才剁 切成一粒,切成一粒 切成一粒,尽量用刀头去切 会比较吃力 如果用刀尾去切,刀尾就从斩鸡用刀尾 切成一粒就用刀头去切 切成一粒猪肉,梅菜,冬菇切成一粒 切成一粒 我们现在开始打架了 其实打得这么少,就不需要拌开些味道 不过今次我详细拌开些味道 和大家试玩 这里大约1茶匙大约4分1茶匙盐 淀粉 1茶匙淀粉 这里座al鸡 1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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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适量至少少 Class 先加了少许多条 ��越五五 少许多 一小 usar小鸡 小小名 多加1台湯匙酒1湯匙 搅拌均匀 再加1.3分之一 我未必要加完 现在搅拌 现在已经起胶了 搅拌至黏手 用同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至黏手 搅拌至黏手 再加少许 让汁液慢慢吃进去 现在搅拌大约1分钟 搅拌后,汁液也倒入 搅拌至黏手 这段时间搅拌几下 搅拌的作用就是 让汁液和汁液更均匀 可以了 再放在冰箱中 在冰箱中的鸡胶 拿起来搅拌 都可以用这个材料 quindi 也将来做一些材料 做出来 有些材料 是材料的基本功 这是一切材料的基本功 那些基本功 用来做好处 就是要放弱 干肆的 如果不乾身,就打不起來,而且會腥 要有多乾身呢? 材料全部黏手 然後打開 怎樣打呢?當然要用刀打 把蝦的纖維也輕輕拍斷 不用太爛 現在把蝦都拍完 拍完之後,拿回針板 用刀背 剁一剁 剁一剁的作用 讓它更均勻 如果蝦的底部做得好 剁一剁一剁 已經很膠了 看到嗎? 已經全是膠了 為什麼呢?因為剛才的鹽都拿去 不用剁太多,剁幾下 然後拿去,現在就用刀 剁一剁 那些急凍蝦仁的蝦膠 相對比新鮮蝦膠 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簡單一點呢? 如果新鮮蝦膠,這段時間 要加多四分一隻蛋包 這些就不用了 已經起膠了 現在就輕輕放一點胡椒粉 底味已經很鹹了 好,我們就放半茶匙的糖 和一和它的味道 再放半茶匙的生粉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現在就拆勻 現在已經很膠了 好,我們主要是拆勻 拆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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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拆勻 兩、三下 這樣就可以了 再拆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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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在外面做 就會加些肥豬肉 加些肥豬肉在蝦膠 就好吃很多 如果我現在在家吃的 我就不加肥豬肉 再拆勻 加些麻油 再拆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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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蝦膠 再拆勻 它會反 我們什麼叫反 是我們行內的術語 即是會散開 又會煤 現在就拆勻 再拆勻 放進冰箱 行一行去 行內的術語 即是要散勻 令蝦膠更爽滑 這個 仿토 石瓶 啊 是芝士 這型 很酱 芝士 味濃 以及nace 用來做薄餅 然後切粒 不用太大粒 半隻手指尾這樣大粒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粒 切幾粒 多了一點就吃了 這個芝士很濃 剩下的就放進去 用保鮮紙包起來 然後用保鮮袋放進去 做完芝士 有什麼醬汁好調教呢 因為醬汁是咖啡 喝一口咖啡才催 我們還有什麼攪拌呢 這是什麼 椰菜 我們切少少椰菜絲 這個也是椰菜絲的 有莫大關係 有什麼關係 回頭看就知道 先切掉 切到最幼 用一個推刀的方式 怎麼為要推呢 向前 這樣切了出來 切到有多幼 差不多跟機刨一樣 差不多 這些椰菜絲 我們現在用冷水沖一沖 為什麼呢 用冷水沖一沖 因為不用煮 就這樣生吃就可以了 我們準備好 所有材料 雞肉每天都冰了一會 我們現在 先處理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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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打算做五粒 有什麼用逃口 有什麼用逃口 用來吃火鍋 不用太大粒 我現在要拿過幾粒 stag死了幾粒 然後再把雞肉拿出來 把雞肉拿出來 也沒太大粒 然後把雞肉拿出來 然後把雞肉放進去 把雞肉放進去 把雞肉放進去 所有雞肉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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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abrupt 放入芝士後,再放入芝士 放入芝士後,放入芝士後 放入芝士後,放入芝士後備用 為何和江南百塊雞差不多呢? 其實蝦膠和雞很相配 我們嘗試做過很多菜 有一個層次,芝士在中間,接著是雞肉 接著就擠蝦膠 擠蝦膠的作用是包住雞粒 先擠蝦膠出來 薄薄的一層蝦膠 我們怎樣包呢? 用手弄濕它 按扁它 按扁它,再扁 然後拿一層蝦膠上來 然後慢慢包它 藏在裡面 慢慢推蝦膠上來 推蝦膠上來 務求把蝦膠包緊雞肉 不夠包怎麼辦? 打一點 封著它 一粒了 現在包好 繼續包 給點心思 耐性 這是一個很傳統的粵菜 是功夫粵菜 現在比較少人做的 今次過年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類型的烤手菜 過年做些好東西自己吃一下 不用說什麼好材料 你看到我也是 全部都是急凍食物 這樣就可以了 有一個基本 處理食物的基本功 這樣已經做到一些好食的東西出來 我們又包一粒 先包好 我們現在下了三分一隻鍋的油 因為炸的東西 要夠油才炸得漂亮 其實做這個龍鳳球 主要是芝麻和麵包糠 今天我把麵包糠拿出來 就化了 所以我只用芝麻去做 我們上芝麻 不用蛋漿 麵粉 直接放在芝麻 因為蝦膠的黏性也很高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那些 就整粒黏滿了芝麻 如果大家做的時候 就可以用芝麻混合麵包糠 或者只是芝麻 也可以 如果兩隻都不喜歡吃 還有其他選擇嗎 有的 可以上杏仁片炸 杏香鳳尾蝦 也是這樣做 現在我們先上去 先上去 油溫不斷加熱 我待會就和大家吹一下油溫 油溫已經差不多了 旁邊有少許煙出 就代表油溫有160度 炸這個油溫不用太高 再加點炸 油溫 放一點快 有少許煙泡 代表油溫剛才滲滲 160度 我們就用160度至180度的油溫 慢慢炸 不要太高溫炸 為甚麼呢 雞肉在中間 为何鸡肉放在中间,虾胶要放在外面呢? 因为虾要很快速加热才可以 如果我们调转来包,虾就会煤了 放进去,关火,让它慢慢炸 现在这个油已经关火了 油温足够,关火,让它慢慢浸 让它慢慢浸 因为油温这么大,不要急着炸 现在用160个油温,让它慢慢炸 要炸多久? 大约炸6分钟 大约炸1分钟 再翻一下 我期间也没有开火 炸的东西也是烧到油温足够 才放进去炸 如果我们在家炸这么少,当然要预长一点 因为我们在公司炸的,炸了几十磅 我们慢慢炸 炸了6分钟 炸了 看到它的泡 都开始炸了 没有太多了 这段时间,我们调火力 调到小火 要大火中火 再加热一点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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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热一点油温的作用是什么呢? 令到 食材本身 的油分 迫出 现在加热一点油温 迫出油分 油温更加热一点油温 再加热一点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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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微微串金黄好起来 因为芝麻 也会变深色的 再加热一点油温 那些油温 这些油温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视频 就给大家点心思 这段时间,我也很感恩,有一班喜欢看我慢慢煮的网友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煮 其实已经熟了,我们主要是拿回颜色 大家看不像炸煎堆 好似的 如果这个上行人片炸用正 差不多了,我们先拿起炸煎 拿起炸煎,我们就放一张厨房纸在底,锁一下油 这边可以关火了 炸煎堆后的模样是怎样呢? 让大家看看 是不是炸得很漂亮? 这个麻香芝心龙凤球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最好就配些什么酱汁吃呢? 其实传统就是这样吃的 你也可以配些甜酸汁 这道菜就完成了 多谢大家收看 在这里就和大家拜个早年 公主角职位网友 公主角职位网友 金银满屋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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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都是日日有食神 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待会吃的时候就剪一粒给大家看 大家记得看看 还没上桌 就已经让我吃了一粒 我忘记剪一粒给大家看 剪一粒 芝士芯 鸡肉 外面虾胶 这个龙凤球的口感是一流的 加上现在新派的制作用芝士芯 往时芯里有个汤 一咬下去 现在用芝士芯就更加好吃 给大家看清楚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明镜 转发